邓解元放弃了 直接放弃了对这个议题的话语权 使得高包伟的最后一丝希望 也随之而泡汤 邓解元身为市委组织部部长 话语权还是挺大的 现在放弃了 高包伟的旧城改造计划 意味着彻底折迹沉沙 现在的高包伟没有办法 只能自己赤膊上阵了 他向众人看了一眼后缓缓地道 既然解元同志这么说 那我就来说几句吧 前面的几位同志说得都很好 确实加州市现在的财政情况 并不是很理想 各项建设也日渐提上了日程 但是这些不是阻止 旧城改造计划的难题 有的地方的财政 比我们加州市还要差上许多 甚至是负债累累 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都能搞旧城改造计划 为什么我们的加州市就不行了呢 加州市相比较那些负债累累的城市 要好上许多吧 加州市在银行方面的信誉 一向很好啊 而现在财政也有些盈余吗 我的意思是先将这个计划给定下来 能做到哪一步就做到哪一步 实在搞不下去 我们可以申请专款 可以向银行贷款吗 也可以向城建公司做些必要的交易 高宝伟洋洋洒洒地说了一大堆 不过林景洪听了 心中只顾冷笑 显然高宝伟说的这些 大部分是没有经过实际调查的 只是想当然而 不过想当然在现在的官场 还是很能吃得开的 至少有些例子可以模仿 有些城市为了搞建设 确实是负债累累 更甚至于拖欠一些城建公司的款项 有的城建公司本来就很有发展前途 但接了一些政府工程后 却让他们坠入深渊 高宝伟的一番话打的是两个主意 一是银行 二是城建公司 银行就不用说了 反正是市政府再怎么搞也不会破产 而且这个还得非贷不可 城建公司毅然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只要能接了政府的城建项目 那么他们也会相应的得到一些便宜 或者是干脆直接作为感情投资 总之是充满了钱权交易 高宝伟这两个主意是可行的 如果在别的地方 这个旧城改造计划 还真能搞得成功 时间或许拖得久一些 在过程中也会有难以入目的交易 或者是血泪史 但这是加州 林锦宏身为加州市市长 他当然不愿意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样一闹 或许使整个加州的经济建设 往后延迟了两三年 同时也会有严重的重复建设现象出现 现在的旧城改造就算是成功 各项城市功能 也肯定不能满足五年后的加州 这五年后是加州发展的关键五年 这五年中肯定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样剧烈的变化 又怎么能保证旧城改造的结果呢 一个简单的问题 市中区主干道的宽度该留多少 在场的大部分人都回答不出来 林锦宏叹了一口气 等高包委话音一落之后 向市委宣传部部长杨再起看了一眼 杨再起暗自点了一下头 发表自己的意见 他的忠心意思 自然是秉承林锦宏的态度 不同意现在进行旧城改造计划 接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庭 加州市军分区政委郑于信也各自发表了意见 林锦宏也稍稍地讲了几句 在最后举手表决的时候 以四票赞同一票计权七票反对的结果 否定了旧城改造计划 在这个议题上 高包委终于意识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不知不觉间 林锦宏已经在市委常委会议上占据了优势 他高包委之前的优势已经彻底的丧失殆尽 这样的情况 虽然高包委在事先已经有所警惕 但是等事情来临了之后 他还是有些茫然 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 林锦宏从无到有 竟然将加州市的铜墙铁壁 拳打脚踢地破坏了一个干净 回首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高包委始终没有想明白 自己到底是怎么将这个江山给丢掉的 林锦宏每走一步 好像都有运气的成分在内 可是有运气的事情多了 这还叫运气吗 不 这不是运气 而是实力 实实在在的实力 或者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他高包委在加州市 已经失去人心 这才使得林锦宏在不经意间 瓦解了他的铜墙铁壁 市委常委会议还在继续 不过高包委一戏的人却没有了斗志 个个垂头丧气的 甚至有些人在考虑 自己是不是该良勤择目而期 剩下的几个议题 完全是在林锦宏的主导下利索地通过了 本次市委常委会议上通过了13个议题 否定了5个议题 还有2个议题因为同意和反对的人数一致 因为本次会议参与的市委常委只有12位 还有一个市纪委书记没有到任 因此出现了票数一致的情况 而交由下一个市委常委会议继续讨论 会议上林锦宏发表了关于加州市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讲话 会议成立了大型露天煤厂建设筹委会 高包委亲自挂帅担任主任 林锦宏为副主任 抽委会决定大型露天煤厂的宣传引资方案 投产方案和建设专款的申请等各项问题 除了高包委和林锦宏外 另有市委宣传部部长杨再起 牧原县县委书记杨景盘 市安监局 市矿产资源管理局 财政局等十几名人员 会议成立了牧原县发展规划工作小组 小组组长为常务副市长蔡志宏 副组长为市委秘书长郑启泰 以及若干组员 工作小组的主要任务 是为牧原县发展规划问题把好关 会议成立了加州市经济发展转型领导小组 组长高包委林锦宏 副组长唐志波 副市长林飞龙 以及经贸委等各个部门 会议产生了七份重要的文件 这次市委常委会议对林锦宏来说是一次胜利的大会 但是对高包委来说确实是失败至极的会议 当他宣布会议结束时脸色已经是铁青一片 一声不响地出了会议室 特别是他在走之前看向邓解元的那一眼 尤其不善 会议结束后 林锦宏 郑茂森 高包委和杨再起四个人去了市委书记办公室 开了一个书记碰头会 将大型露天煤厂的宣传方案落实下来 同时也讨论了一下大型露天煤厂建设筹委会的工作分工问题 夜色深深 疲惫不堪的高包委按摩了一下太阳穴 今天的市委常委会议不但持续时间长 而且还争论激烈 而且在开了市委常委会议之后 又开了一个书记碰头会议 两个会议下来使得他感觉精力有些不济 不说高包委 就是林锦宏其实也感觉有些疲惫 回到家后他吃过饭 在秋夜的按摩下才恢复了不少 去了书房整理几份文件 已经到11点多钟 接到了他老妈孙小梅的电话 说是为他准备的人员明天将到达加州市 本来是早些来的 但是出了些问题迟了点 同时他向林锦宏说起 林氏集团向内地投资的事情 按照他的意思是 肥水不留外人田 干脆投资到加州市得了 但是怕老爷子内观难过 因此他征询一下林锦宏的意见 按照目前的状况 自己手中掌握的资金 已经足够完成大型露天煤厂建设 以及火力发电站前期准备工作 而加州市经济转型的问题还不到时候 旧城改造计划也要等几年才可能进行 墨园县的发展规划还没有出蓝图 更别说其他的了 今年估计还利用不了林氏集团这么大的资本 还不如老老实实的过了今年这个关键的考核期 以免让爷爷生气 等明年的话 林氏集团和林氏基金就可以在加州大战拳脚 开始布局了 老妈 这个等明年再说吧 现在我应该还撑得过去 林氏基金为了林家 放弃了超然物外的地位 逐步转向国内 为国内的经济高速发展保驾护航 这情有可原 但是我觉得林氏集团没有必要去凑这份热闹 不能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林景洪想了想拒绝了老妈的好意 随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林氏基金和林氏集团同时转向国内 可不是林景洪所愿意看到的 政治是个复杂的东西 有些东西就不能做得太明白了 也不能太天真了 放心吧 林家永远不会让鸡飞蛋打的事情出现 想要算计林家也得掂量掂量着办 明年的林氏基金和林氏集团 将会有完全不同的局面出现 你爷爷的意思是 要让林氏基金和林氏集团这个庞然大物露出冰山一角来 这也算是为林家造势了 孙小梅略有些兴奋的道 林景洪却陷入了沉思中 按理说 真要让林氏基金和林氏集团这样的庞然大物露出冰山一角来 让普通人物也看清林家的实力 确实能让林家的地位更上一个台阶 中下层的舆论 也会对整个国家的金字塔最上层人物造成很大的压力 当政策涉及到林家 或是有人要对付林家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慎重考虑林家的整体实力 现在国家政治派系中各个掌握着大小不同的权力 但是大部分政治派系却没有相应的财力支持 即使有些派系有些财力 但影响力不会太大 比如梅区出来的一系 手中也掌握着几百亿的资金 但是他们在林氏基金这样的庞然大物之前 却什么都不是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有其社会背景的 但是这样的情况正在逐渐发生变化 一些派系在掌握更多权力的同时 也在掌握更多的财力 目前以及未来可以预见的环境 权钱将会结合得更加紧密 林家显然是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只是在目前的环境中 吃这只螃蟹对林家的好处不言而喻 对自己就更难说了 也就是说自己将来的一举一动都会将被人看在眼里 这应该是爷爷的主意吧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来这一招 自己得好好想想了 他摇了一下头 这才发现手中的电话还举着 可是电话那头的老妈却不知何时挂了电话 林景洪只得放下电话静静地思考了一会儿 脑子却如浆糊一般 台湾看了一眼手表 这才发现已经是夜里十二点钟 随和尚桌上的文件出了书房 客厅中秋月还在捧着一本书看着 不时的抬眼看了一下楼梯 等发现林景洪出现在楼梯口 才忙着起身去了厨房 吃过夜宵 林景洪向秋月提起让她早点去东方避祸的事情 时间已经越来越接近六七月 也就是小贺莲所说的最危险的时刻 林景洪自然不希望秋月出什么事情 这几天她一直在忙着市委常委会议的筹备工作 倒没有跟秋月好好提过这件事情 少爷离六七月还早呢 我走了您一个人怎么行呢 现在您的工作越来越忙 已经好几天都是工作到深夜十二点钟了 让我再待几天吧 秋月边给林景洪点了颗烟 边收拾碗块悠悠的到 林景洪挥了一下手道 这个不是说只有六七月才有危险 只是六七月火越旺危险就越大 现在就有一定的危险了 只是这意外谁也不知道哪一天会降临到我们头上 你知道的 我不希望你有什么事情 我对小赫连的话已经身心不疑了 不管你怎么说 一个星期之内你都要启程离开加州 这事就这么定了 不给你定出个时间来 你就不会走 少爷您太霸道了 秋月嘟着嘴心里却很是甜蜜 无论如何少爷都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 自己哪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林景洪看着他扭着郊区进了厨房 仰靠在沙发上狠狠地吸了一口烟 有时候就得霸道着点 只有这样女人才会听话 一夜无事 次日一早林景洪打了一个电话给梁贵 询问起关于调查小组的情况来 梁贵汇报了一下情况 现在的情况还不明朗 即使有谢敏敏冲在前头 但是那个刘洪明和萧一冠两个人却紧咬着 说这是意外 这样的情况林景洪自然能想象得到 不过他关键是要知道省里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如果省里没有坚决的态度的话 这事再拖下去 很有可能就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不过至少有一样是值得肯定的 那就是谢敏敏这个意外因素 谢敏敏既然能担任副组长 这就说明谢家对这个问题很重视 市长向您汇报个事情 我觉得陈组长的态度有些问题啊 梁贵突然加大了声音道 梁贵的突然来这么一句 让林景洪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这些问题他更应该向省厅反映 或者是透露给谢敏敏 让谢敏敏出手 反正谢敏敏身后是大有能量的 不用白不用 不过继而易想 肯定是他发现了什么 但是不方便向上头汇报 他是希望自己再次出手 将调查组组长陈庄给换了 林景洪想通了之后苦笑不得 这都叫什么事啊 梁贵还真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了 前次将他弄进调查组 也是利用手中的那份火力发电站的计划 向省委聂书记换取来的 再要换陈庄的话 估计要用到家里的力量了 现在的林景洪自然不希望用到家里的力量 让爷爷安心地看下去 一年之后的加州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 再说 频繁地换调查组组长也不是个事 有些事情并不一定非要正面碰撞 才能达到目的的 要懂得迂回出击 林景洪想到这儿虽像梁贵道 嗯 你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 不过我觉得 你还是有能力解决这件事情的 雪天使杀手组织的事情 事关加州市市民的安全 你要给我打起十二分精神来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吗 好了 没其他的事情我就先挂了 说完也不等梁贵说完便放下了电话 电话那头的梁贵郁闷地放下了手中的电话 正如林景洪所想的 他还真想将那个组长陈庄换掉 在几日的调查过程中 进展一直不大 那是因为有陈庄的原因 每次询问陈庄都必须在场 私下里不准其他人私自去见 刘洪明和萧一冠两人 调查组多次给省政法委的报告 也都是按照陈庄的意思去进行的 根本就不符合实际 梁贵等人觉得 陈庄有意地避开一些事实 而且破坏了保持多日的现场 再这样搞下去 刘洪明和萧一冠两个人不利的证据 将被要磨干净了 到时候刘洪明两人只要一口咬定 是误伤 那就无可奈何了 请收看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